28House的約每天樓市 由28House找樓App 贊助貨窗 惠德芳牽頭發展的啟德MiamiKey Yut 是已經入伙的屋苑 不過項目有超過九成的單位都是未賣 現在是以現樓的形式發售 看看發展商之後會如何保存 全面設立之後 啟德成為新盤市場焦點 由惠德芳地產牽頭的MiamiKey Yut 已經落成 項目早在2022年9月開售 目前為止大約賣出50個單位 套現接近5億 平均赤價大約是24,000元 項目將會在星期三開放現樓示範單位 惠德芳說近期啟德區的新盤 都是以大金額成交 相信以燃樓開售都很適合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因為看回燃樓其實就很適合一些用家或者投資客 都見到其實就過往在減辣之後 其實真的短短過幾兩個月 其實整個啟德區都有700多種成交 很多客人都希望透過現樓是比較實在一些 所以我們覺得也是一個適當的時間 我們就推出一些現樓的狀況 可以給買家或者投資者去投入 黃廣義說近期多個新盤密集推售 准買家可以獲得關於合適價錢的參考指標 所以增加了入市信心 他認為近期股市持續向上樓市也可以實惠 其實過往都是樓市和股市都是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如果股市暢旺的話 我相信其實也代表了市場上有資金 我相信近期你都會見到股市也有一個升幅 也有部分投資者或者獲利 我相信也都是反映資金一直慢慢恢復 股市好自然樓市也不會差的 新地發展的元朗站The Yoho Hub 2 將會在這個星期六推售210貨 包括81個兩房和129個三房戶 致實售價大約是683萬至1300多萬 致實尺價是13000多元至16200多元 目前已經是收票5500張 發展商認為新盤的銷程仍然暢旺 證明切立的效應仍然存在 加上美國下半年有望開始減息 相信對於樓市是有正面的影響 過去幾天其實是假期 大家知道天氣已經很一般 我們看到行家開售的樓盤 都反映非常好 可以說是燒情暢旺的 都看到其實設立的威力是繼續的 最近美國公佈的經濟數據都很一般 我相信下一季減息的機會是大增 相信下半年的樓市都會繼續 我一向都說是較穩良性 百花齊放 我相信各類單位都會成交活躍 新世界同招商局蛇口合作發展 北部都會區項目 新世界同招商局蛇口簽訂合作協議 將會聯手發展粉嶺北項目 項目鄰近粉嶺上水新市鎮 佔地大約是15萬平方尺 可見樓面超過100萬平方尺 將會提供至少2000個單位 在可見樓面當中 有18萬平方尺會用作商業 預料會明年初開始農工 新世界說將會透過不同的途徑 加快釋放農地的價值 雖然一手新盤搶佔了市場的焦點和購買力 但市場的氣氛仍然相對正面 部分二手業主成功獲利離場 馬安山銀湖天鋒一個中層兩房單位 細號面積554呎 在二架之後以768萬估出 尺價是13800多元 原業主在2016年以580萬買入 持貨8年單位升值3成2 轉手獲利188萬 如果在金融海嘯的時候入市 今天出貨的賺幅都可以用倍數去計 大角咀港灣浩亭一個的兩房單位 細號面積346呎 原業主年初以600萬去放盤 減價67萬以533萬賣出 細號尺價是15400多元 原業主2008年買入單位 轉手之後賬面獲利308萬 賺幅是有1.4倍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